嗨 大家好 我是文耀夫 今天分享一道三芝蒙锅的家常做法 简单又美味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着看看了 首先我们准备十来只的虾 我们先把这个头给它拧掉 外面做这道菜也可以用线虾或者黑胡虾 然后这个虾头我要留着 我婆婆明天就可以拿回去喂鸭子 再把淘洗干净 加入少许料酒跟海洋黑胡椒粒 如果没有这种海洋黑胡椒 你也可以用那个盐跟白胡椒粉 就是给它简单腌制一下就可以 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个洗净的鸡翅 我们得要切花刀 加一丢丢盐 然后少许的尿酒 一点点生抽抓拌均匀 先把鸡翅这样简单入个底味 我们给它腌制10分钟 我还买了一根鱿鱼 花了36块钱 我们给它清洗一下 还有这个表面这个皮也要给它弄掉 鱿鱼头的话 我们就把眼睛跟那个牙齿给它处理在这里 下以后我们直接切圈备用 配菜的话我们准备胡萝卜跟土豆 然后我们切滚刀块 尽量小够一点 再准备几个西芹我们切小段 朋友们再够准备两块这种青红椒 这种是不辣的 这个小孩子也可以吃 切块不用 加15克左右的黄油 多一点的海盐黑胡椒粒 让它充分搅匀备用 加一点这种黄油的话 等下那个蔬菜就很香 如果没有黄油的话 里面也可以用猪油或者是食用油也可以 接下来我们再切料头 准备葱姜蒜 我们给它切对半 然后我准备的是这种红葱头 这种味道会比较香 再准备一小块洋葱 我们切块不用 接下来我们调一个焖汁 适量的白胡椒粉 然后少许的料酒 两勺生抽 大概一勺半的蚝油 两勺番茄酱 两勺黄豆浆 一大勺的甜面酱 然后10克左右的蜂蜜 没有的话也可以用白砂糖 然后加入100克清水 搅拌均匀 朋友们这一道三支焖锅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焖汁了 我们调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烹饪 把焖汁直接倒入平底锅里面 然后开小火给它熬个两分钟 这个焖汁就是一定要在锅里面炒一炒 炒出酱香味 等下焖出来会比较好吃 然后这个就是准备土豆淀粉跟水 然后土豆淀粉跟水的比例就是1比10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勾一个芡 让它浓稠一点 两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倒入这个淀粉水 然后边倒边搅拌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焖汁的质地 就这种浓稠度就可以了 关火 先把它盛出来杯子 锅里来一点食用油 就是这个鸡翅煎一煎的话会最好吃 把它两分钟精彩 好了可以没像这样子金黄色就可以了 烙起来 砂锅浴肉我们加入一点点食用油 先下这些料头给它炒香 这一步一定要先把这些料头给它炒香 如果家里面没有这种砂锅的也可以用那种素铁锅 或者是铁锅做也可以 不要用不粘锅 这些料头炒了三分钟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蔬菜放下去炒一炒 因为等一下我们焖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们这些滚刀块就切小块一点熟的比较快 这道菜真的搭配一点黄油真的老香了 两分钟过后我们给它铺平整 转小火 下要煎好的鸡翅 然后再把虾给它炒下去 就是铺好鱿鱼 真的是装的满满当当的这砂锅 尽量给它铺平整 瘦肉比较均匀 最后铺上门子尽量就是给它均匀一点 然后盖上盖子我们小火焖8分钟 我们最后撒上熟白芝麻跟香菜点缀 来 去锅 小巨铃小巨铃 早晕在家 朋友们今天晚上的汤就是茶树菇老鸭汤 这个是虾皮炒西朗花 三支焖锅真的超级香 红烧豆腐 清炒了一个上海青 我们今天就这样吃 屁油啊 现在都换油了 中途要屁 中途要屁 可能给你那一只比较肥 爸爸 爸爸可以吃这个吗 那个没有骨髓 这是鸭翅 鸡才用 爸爸 我有骨髓吗 没有骨髓 他没有骨髓啊 骨髓没有骨髓 骨髓没有骨髓 妈 其他骨髓 你没有骨髓 我骨髓要骨髓 妈妈 我要吃小狗狗 嗯 你吃什么 你吃吃小狗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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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宝贝 豆腐有加辣吗 没有加辣 你要吃吗 不要 没有加辣了 那是装饰品 你看 你看 有看到红色了 装饰品 你再 妈妈 你们再加一碗吗 对 我问了 对了 我就问了 你快点吃 妈妈 你爸爸还有一个浆菇吗 你先吃一点饭 我再给你再夹一点 那个奶奶去看 我烟了 我烟了 你在那边你过来 我烟了 太辣了没骨髓了 这骨髓就洗了 妈妈 好可爱 还有吗 我男子家阿里阿里阿里 阿里阿里就乖不乖 她血了不会还 对 吃了